文学界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纯洁 原来认为文学多纯洁呀 结果文学界没那么纯洁 我刚去的时候还比较纯洁 那编辑都干什么都是 很舒呆子气的 后来就发现就不行了 文学开始发展 蓬勃发展 你今天不能想象 三十年前的文学界 那每个人一旦出行 都是非常的隆重的事 人到哪去了 说这是作家张三里斯 王阿拿走 大家都叫鼓掌作家 现在作家有什么 一说作家那人都扫子慌 得说这人是企业家 这人得有钱 没钱都不成 那时候不要有钱 一定要有文化 所以这些作家 到哪都让人前呼后拥的 我们那时候还搞征文 搞这个全国征文 征文了以后呢 我记得大概是1984年 国际青年年征文 是吧 发展在哪 文学发展在人大会堂 国家领导人 悉数出席 然后我去给介绍 这进了一共三十多个人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每个人都是 都是谁谁谁 写的什么什么 头一天报到 我第二天要把这事背清楚 每个人鱼贯而入 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人大会堂的大会客厅 先进来 我就说这人是谁 叫什么 写的什么作品 三十多个人 一个错误都没有 然后我们头就说 我说你记性真好 我说我不是记性好 是我想记下这事 因为我记不下这个事 我就没法在这混 所以那时候对文学啊 就觉得文学 有一个好的作品问世啊 这个 有一个大作家的出现 都是很兴奋的事情 我当时对文学充满了幻想 我曾经写过书 我说啊 我早上起来骑自行车 迎着东方去上班 因为那时候我家在北京的西边嘛 出版社在东边嘛 就迎着这个朝阳啊 看着文学都是有一层光运的啊 但时间长了 就出问题了 大概到改革开放十年以后啊 文学界就开始有污染 这污染第一次让我感觉不舒服的 就是评讲 我等于在后台 对不对 评讲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出版社算一个这个年轻有为的编辑啊 事不论巨细啊 都愿意去做 所以一到评讲 我就等于在后台 我就看到这些评委的屋里 有时候我去给送东西 送文件干什么 一看 这评委屋里多两层风酒 什么意思 有山西作家进去过 对吧 我在上那个评委家一拧开门啊 送一个文件 一看桌子上摆两颗麻糖 有湖北多家进去过 那时候人别提多土了 送礼全是土特产 那土特产就把他身份给暴露了 我那时候 谁呀 年轻贼呀 一进屋眼一撇 就知道谁进过这屋 然后在作品讨论会上啊 这评讲要讨论 那时候都讨论 每个人啊 拿校感麻糖的人 一定说 湖北这个作家应该扣抢 拿山西分酒的人 一定说山西这个作家作品不错 这是给我的打击巨大 就是我认为最为纯洁的文学界 如此的不纯洁 是我不能容忍的 我今天可以说 是我离开文学的主要原因 我从来没说过 但是我也不能写辞职信 我跟领导写一辞职信 说我在这混了十年啊 这十年我兢兢免业业 我也年齿三十有五 是吧 我这个看到你们如此恶心的场面 让我不能容忍 我辞职了 我肯定不能这么写 那我就脑袋进水了 是吧 我就敲门声的 溜了 走了 辞职了 打了个电话 就说我以后不来了 咱们拜拜吧 我就从文学界就走了 走了以后很多人就就 就问我 说你怎么会离开 你怎么会 好出版社 你怎么能 能离开那么好的单位 我说我不适应吧 我不行 不是出版社不行 出版社依然行 但我不行了 我就离开这整个文学界 就离开文学界的时候呢 一头就扎到影视界里去了 是吧 觉得影视有意思啊 但影视界我也不适应 为什么不适应啊 我们当时拍戏 大家都知道吧 有一个电视剧啊 叫海马歌舞厅 我们当时拍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我去探过班 我一去探班吧 这拍电视剧 比我想象的乱过 这还混乱啊 每个人的那个状态都不好 所以我就觉得影视界啊 它混乱 我不适应 我现在不说别人有什么不好 是我不好 我不适应 所以我在影视界呢 就是待了有限的那么一段时日子啊 当然认识很多人了 就敲目声的就离开了 也算一次辞职 这辞职呢 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 只要跟我自个儿报到就行了 我自己跟我自己说 我不玩了 我辞职了 我就走了 那么我离开了文学界 离开了影视界 我好像是一头扎到文物界里去了 其实不是 文物是我本身是我一个业余爱好 比如收藏什么 过去是生活的一个调剂 从来也没想到这个事能做成什么样 我离开了这些行业 离开文学界的时候 我已经心里很有底了 我认为我把这个铁饭碗敲碎了 我依然能够很好的生存 就是我评估自己 你现在辞职啊 一定要评估自己 你说我辞职了 我肯定干别的 我一定干得更好 那当然可以辞职 对不对 但是有的人想我辞职了 实在不行 我还有爹妈呢 我回家啃老去 这就不行 我们今天在职场上啊 辞职应该算一个常态 这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辞职是一个要命的事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在工厂以前是不可以辞职的 只有一个事 就是工厂开除你 在1980年以前 全中国人民只有一个事 就是这个单位把你开除 你想辞职是不可能的 那么后来你有选择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是国家的一个进步 社会的一个进步 是什么呢 你可以选择职业 是双向选择 今天尤其强调双向选择 就是他选择你 你选择他 过去都是单向的 这单位招你去 你这辈子就捆在这 如果你不犯什么大错误 他也不能开除你 今天社会的完全的变化 我们今天的双向选择呢 是很多人都可以选择辞职的 就这样一种方式 就是我不高兴了 我就辞职 但我认为今天你在工作中 不管遇到什么不愉快 辞职不是你的首选 解决问题是你的首选 你今天如果把辞职变成 你离开这个单位的一个首选的话 那你这个人就不停的辞职 我看到很多应职的人的那个求职系 自己的履历 三十多岁的人去过三十多个单位 您觉得这人能用得住吗 这人肯定是用不住的 他为什么老辞职呢 是因为他有一个辞职的惯性 我儿子工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什么遇到什么问题 你一生中一定要遇到很多不愉快的问题 但辞职一定不是你的首选 辞职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个方式 就是我实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我就辞职 我单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不辞职 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是一个人的能力 辞职不是这个人的能力 对吧 我们今天社会辞职求职 你辞完职以后 如果你必须要自己养活自己 你还要去求职 那你求职的时候怎么想呢 你求职的时候不能想 这就实在不行 我就辞职吧 你要这么想 你永远干不好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在辞职面前 一定要想我求职的一个心态 我不反对有能力的人 觉得我这个能量发挥不出来 我在这实在是太憋屈了 我辞职换一个工作 换一个生存方法 这是可以的 但我不认为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随便辞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 很好的方法 我一直在说啊 我们的社会 不是为一个人设计的 我们的社会 为全社会整体设计 你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生存中 有不适感 是非常正常的 不是不正常的 是非常正常的 我到今天在社会生存中 大量的不适感 不舒服 被人家欺负 对不对 你不要认为我这个岁数 就没人欺负 当然被人欺负 对吧 皇上 一国之君 雍正皇帝 那么铁腕的皇帝 自个儿还刻方印 叫为君男 就是我自个儿当个皇上 多难的一个事 刻一方印 天天往上盖 对吧 这这方印在故宫 重要的一级文物 你想想一个皇上 管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都是他的 他还觉得难呢 他还想辞职呢 你就自己不要轻易想这个事 一个人在工作中 解决自己的工作问题 是你的能力 解决你工作中的社会关系 是你的能力 我们不能靠辞职 来解决问题 大量的辞职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社会 大量的辞职 会导致社会效率下降 大国经济大国 日本辞职率最低 日本的社会效率就最高 你到日本去 我到日本去看到很多 就是比如我们有一次 我一个朋友 在日本买了一个打庄子 打庄园 这庄园买的时候呢 我们都去了 去了以后呢 这个人家庄园的 那方的人全出来 还有一个隆重的交接仪式 当地的一些政要 什么都出席 然后人家就说 说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人 比如说这个庄园里的花匠 是这位先生 这先生六十岁了 他在这里干了多少年呢 干了一辈子 他父亲就是这个院子的花匠 跟着他父亲捡花 捡了一辈子 您要愿意用 您就继续用 您要不愿意用 他就另谋 他路 我们当时想啊 哪有这样的人呢 一个人就为你这院子里的这些花花草草捡一辈子 每天精心的去伺候他 我们有什么这个这个理由不用他呢 当时想这种人上哪儿请去啊 所以在日本 员工跟企业的忠诚度 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日本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 很多员工愿意跟企业共存亡 主动找老板说 我愿意降薪 愿意跟企业一起渡过难关 所以日本在一个没有资源 二战以后战败国 面与巨额赔款 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绝不守然 他效率高 我们从总体上希望啊 我们的社会效率是增强的啊 是高效运转的 如果我们今天的社会 大量的年轻人都以辞职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的效率一定是下降的 我在这里想说一句话是什么呢 是辞职 如果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你一定要认清这个状态 辞职是为了你的未来 而不是为了你 脱口秀皆脱手秀 今儿拿一大笔筒 这大笔筒呢 很有意思啊 这大笔筒呢 影幕党 黄华林影子 最高档的影子幕 非常不厚 这上面啊 刻着有八个重要人物啊 高福雕 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角 俗称骨爵啊 桃渊明 为什么是桃渊明呢 菊花看到了吗 桃渊明 爱菊 转过来 继续看 这人是谁呢 守着一个梅花 孟浩然 爱梅 再转过来呢 这老爷子拿着一个雁台 苏东坡爱雁 这老头牛 这老头啊 这个气定神贤 看着俩鹅 知道了吧 王羲之爱鹅 周敦仪 爱莲 爱莲说 中学课本就有 这跟石头磕头的这人 米福 米福爱石 这个啊 左手举着一杯子冲篇 这就是李太白 爱酒 举杯妖明月 对景成仨人 这个 这拿着茶杯的 这扇着茶壶的 这是谁啊 陆宇 陆宏健 茶圣 这八个人转一圈了吧 这不又到陶原明了吗 这是一个清初啊 康熙时期的一个大笔筒 带有雕工 我们一般看到雕工都比他雕的浅 这雕的比较深 这种深浮雕呢 在笔筒中并不多见 因为雕起来非常费力 他把八个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啊 号称八爱 爱菊啊 爱梅啊 爱莲啊 爱酒啊 爱石啊 爱艳啊 反正就把这历史上 这个人的癖好都雕在上面 表示文人的一个清高 上面有一些云文 这个口已经摸得非常光滑了 可惜 李瑞齐丢了 你看 齐没了 有机会配一个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文人的笔筒呢 可以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个工艺 工艺雕刻 这为雕嘛 这个雕刻工艺呢 在清代这么深雕 在笔筒上是不常见的 常见的都是浅雕 深雕呢 费材料又费工 不一定讨好 但是这件东西呢 这么集中的反映八个中国古代著名的文人啊 一个比一个牛的这种文人呢 这也不是常见的 我们这一讲讲的是 辞职 从某个角度上讲的呢 是旧职 是求职 这八个人呢 历史上都有自个儿的职业 每个人的职业呢 都是非常辉煌的 啊 好